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V生命引述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引述九宫格 三五七这条连线 在关系相处当中呢 跟亲朋好友还有另外一半 在相处上内心的渴望 以及他的行为特质 三五七这条连线呢 他其实主导的是人员和沟通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在关系面上 他也代表的是一个高敏感度 以及魅力十足的特色 这跟三五七连线当中 三这个数字丰富的创意 很高的灵巧度还有童趣感 以及五这个数字当中 就是魅力十足 也是大家目光的焦点跟擅长沟通 以及七这个数字的好运气啊 高思考力和高魅力是有关联的 综合以上三个数字的特点啊 我们会把三五七连线 在关系相处当中呢 叫做高魅力线 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在关系当中呢 其实是很愿意担任那种 穿针引线啊 沟通排难的角色 这跟数字三啊 富有创意啊 数字五高舞台魅力 以及数字七高直觉力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哦 所以三五七连线 在关系的当主当中 他们希望能够用一种 很自在舒服的方式 让跟他们交流 或者是跟他们相处的人 是很愿意主动的打开心来 跟他有一些互动 甚至是去分享大家彼此的心中的想法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慢慢的去累积 两个人很深度的关系 而且这个深度关系 是有在信任基础上面的哦 同时今天有三五七连线的人啊 在整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们非常的有自信 而且很自在 所以也会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 让跟他交流的人 越来越喜欢他 他们基本上其实是 能够拥有一个这种自带吸引好贵人 以及好资源的这种特质 很清楚知道 也很愿意 把自己身上的资源 光环 甚至是人格魅力 都能够一起分享给他的 亲朋好友 或者是他的另外一半 有三五七连线 在面对感情的人说 其实他们是非常的真诚的 他也很诚实啦 但是他这个真诚和诚实 是他善于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法 把三五七连线自己的人 把你们自己的这种感觉啦 期待啦 梦想清楚表达给对方 他是一个不惧怕分享 他会觉得很多事情 就是通过交流 通过沟通 以及把真实自己的想要 展现出来的时候 你们才有机会 去迎来一个 双方都觉得轻松和自在的好关系 他的想法是这样 有三五七连线的人是 觉得有沟通比没沟通好 有讲出来呢 就有改变的机会 所以他在讲的过程当中 他并不是抱持的一个 我要来说服你 跟你一定要听我的 他比较抱持的是说 那我先讲嘛 我先告诉你我在想什么 或许当你了解我的之后 第一 你会卸下对我的宝贝 或者是不理解 至少先厘清了这一块 当这一块厘清了之后 就有机会变成更好的交流沟通 所以这是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的 心理的核心出发 他并不是抱持的 就是我要来说服你 说服你 说服你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在做这件事情 整体来说 你们的个性虽然很直接 但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不给我面子 或者是 那叫什么aggressive 就是很侵略性很强的 其实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 你们反而在 在边讲的过程当中 展现了你们很高的 这种观察力 当然因为你天生这个 演说能力也真的蛮好的 所以用舒服且清楚的方式来表达 确实是有三五七连线的人的 特色跟强项 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小时候是非常的古灵精怪的 好多那种想法 然后又非常的好玩 那你会觉得好玩 因为他们年纪小的时候 又很善于表他们自己的意见 所以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小大人 这个小大人 其实在跟长辈相处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开心果的特质啦 所以有三五七连线的人啊 在跟亲朋好友相处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啊 是真的喜怒哀乐都放在脸上 他也不太长的 所以他今天喜欢你 下秒他可能就说我生气了 你都不了解我 就是小孩子可能会出这样的话 他们不隐藏 以及愿意沟通 他们很快就不生气这件事情啊 很容易能够在紧张的环境当中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催化剂也好 或是一个暖和剂啊 然后同时他们 有的时候搭话的方式 其实有点无厘头 可是你知道 有时候关系太紧张的时候 有一个温暖的这个突破点的时候 能够让那个紧张的气氛 瞬间就舒缓 甚至也让对方有一个台阶下 他就是那种爸妈吵架的时候 对 好的那个疏通管道 对他有可能会说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听我讲讲话吧 类似这种 他们可能会说出这种话 他们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 很会尽量不要让情绪凌驾 在理智和事实之上 但是他们会用一种 好玩的方式来去说啦 他们有的时候会期待哦 就用一种轻松 但不要带情绪的方式 将双方的目标 达到一种交流的机会 并而找到一个共识 所以他们基本上 其实蛮希望能够双赢的人 这个双赢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没有输的原因 是因为至少都是讲开的 大家都接受的状态下 就没有输 也没有赢 大家都快乐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有三五七年纪人 内心深处啊 也是非常知道 自己是深得家人和朋友疼爱的 他们自己是知道的 他们拥有这个特质 但是很感恩的是 他们把这个特质发挥 在让大家更快乐的状态下 就是那种 你疼我 我在用更好的方式 回应给大家 是一个蛮良善的循环 就我个人也蛮喜欢 有三五七年纪人的温暖 且有自信的那种 展现自己风讯和幽默的方式 要跟你们说声谢谢 因为你真的 是让大家 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或者是在家中 还有朋友的 关系相处当中 带入非常多 欢乐气氛的人 那这样欢乐的气氛的人呢 在感情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会遇到困难吗 接下来 一起来看一下 有三五七年纪人 在亲密关系相处当中 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或者是他们的特色在哪里 我觉得有三五七年纪人 其实一直桃花源都不错 他们从小 基本上就是风云人 或者是开心国的特质 但我要先说 有三五七年纪人的 这种桃花源 不单单只有外表 他们是个性也很好 所以如果你又长得帅 或是又长得漂亮 又个性又好 我真的觉得这很无敌 很强很强 那当他的另外一半 是不是随时都 要处于一个高警戒状态 你很爱帮我破题 没错 我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 有三五七年纪人 我觉得你们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不是没有对象 而是你不知道怎么拒绝 所以有的时候 感情谈得乱乱的 主要的原因 不是说你是一个不好的人 而是因为 你不知道怎么样发好人牌 甚至是你 不知道怎么样让对方 知道说做不成情人 可以当朋友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 比较没有办法 拿捏这一块的时候 反而感情会变成 你的一个困扰 太多人喜欢你这件事情 或者是大家 很想跟你相处 可是你不想要耽误 大家真心的过程当中 可是又希望 保持一个好关系 就会有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 让大家搞不清楚的状况 你自己也会不太舒服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让 你真的很喜欢的 那个人不敢跟你在一起 就是你实在太多人 环绕在你身边了 所以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如果你真的喜欢对方 说你反而要很主动 你要让对方知道说 我很喜欢你 甚至是你可以主动去表白 如果你是女生 但不想表白的话 你至少要让这个男生 很清楚的知道 你只喜欢他 请他赶快来 勇敢的跟你表白 你虽然周围有很多 跟你很像哥们的人 但是就是哥们 只有他是你喜欢的那个人 决定要交往前的时候 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要不然你们其实 很容易进到感情的时候 忠诚度会成为 你们未来一直吵架的事情 比如说他就会说 你当初是因为 他没有跟你告白 是我先跟你告白 所以你才跟我在一起的话 就是你这种吵架的话 不是的 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你们真的真的 进到感情前 就是你们在 双方确定关系前的 这个世界 一定要好好处理 因为要不然你们日后 真的很容易吵架 那什么好好处理 如果说这个另外一半 本来就是比较 以心病安全感 比较缺乏的那种 怎么办 还是有方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会变成说 你们在表达 和确认关系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是直接且公开 且真诚的 要搞到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你也很喜欢他 而不是他单方面的 一直在追 你是被追到喜欢的 不是的 是你也喜欢他 有三五七连线的人周围 其实很多人对他们很好 可是你对我好 跟我只想对一个人好 或是我只想 接受一个人好 这件事情 其实那感受性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先登报 声明一下 类似这一种 你要公开说 其实我 Momo本人 也非常喜欢他 所以我们是 两情相悦 而不是他 怎么样怎么样 我只是选他 就这个感受性 差很多 所以这一定要好好处理 要不然你们未来 很容易为了这种 小事吵架 但是感情当中 通常都吵这种小事 跟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说你们在感情当中 因为本来就容易 被人家怀疑 你还没有跟别人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小小的建议 所以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你们一定要适当的 适当的在你喜欢的人的前面 去让他感受到 说他的独特性 但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叫你天天 傻种无聊的狗粮 因为我觉得甜蜜 跟爱情这件事情 某个程度 蛮私密 是你们自己的事 为了让对方 是有安全感的 以及你也愿意 做的前提底下 偶尔可以在大家的面 撒一下狗粮 给大家看 然后让他知道 他跟别人的差异性 当对方能够感受 和理解 你们对他的不一样 就是他的特别之处之后 知道你已经把他 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以及甚至是 他是唯一一个 能够让你打破 惯例的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 慢慢慢慢的 恢复到 不怀疑你 比较有理智的感觉 对对对 但我觉得谈感情 本来就很难理智 这是一个 可以被厘清的状态 跟理解的状态 你只要能够 一直持续的 跟清楚的表达 说你是一个 知道界限 还有你是一个 有优先顺序的人 甚至是在 关系的认识当中 其实你会知道说 排列出 什么是 只是认识的人 什么样的人 是你的朋友 什么样是你的好友 以及只有什么事情 是只能跟 另外一般做的 只要这件事情 能够都表达得 很清楚 甚至是你拿捏得很好 你永远都可以 爱情 友情 两得意 甚至家庭 情形都可以是 维持得非常好的 都不会有太多的 矛盾点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 生命 灵术 九宫阁当中 三五七之号 连线在 关系相处当中的 一些建议 希望能够成为 你跟亲人相处 朋友之间 以及在 情侣伴侣当中的 祝福 还有一些参考 希望你喜欢 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